大家好,我是李塔 我要提的是開放都市計劃 在IRC上的招呼莫娜的招呼 那就是幾年前呢 我有先明清一下 在台灣的都市規劃都市計劃 其實有一個三角關係 上面的藍色是政府 那左下角是專業者 就是一般的顧問公司 都市專基石 那其實最關心的都市空間 應該是右下角綠色的 就是居民,就是我們一般大眾 那在這整個結構之下 其實很大問題就是說 我們一般大眾其實缺乏很多資訊 雖然說政府後程都說 我把一些報告書 規劃書 我把委會的記錄都公開了 它都是PDF黨 都是一個不容易取得的位置 所以我提的這個配方計劃 配方都是計劃的目標 其實就是把這些文件 甚至一些相關的同時資訊 可以把它整理起來 成為一個可能 就像你自己說的 就是珍珠的概念 一本書約一顆珍珠 那過去一兩年的操作下來 我發現這個紀錄上很困難 所以我們目前的重情 都發揮一個委員會 資料庫的一個 委員會紀錄的資料庫 委員會紀錄的PDF黨 它都是重點條件式的 整理成一些資料庫的結構 那目前呢 我有一些成果 就是 初步呢 我可以把一本報告書 成為一個網頁 那它裡面就有一些會計劃的資訊 然後每一個案子它報導的思想 是什麼說明是什麼 那每一個人民澄清的意見 都把它做成為為資料 那把它成為一個 蘇慧化的一個結構 這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搜尋 例如說哪一天我找到一個 像之前比較有名的 慈濟案 那我就可以做資料裡面 某個人 某個成員的人做什麼話 某個任務官員或某個委員 他回應什麼意見 都可以透過搜尋去做 去做這個 那 目前 目前今天的工作 今天目標 就是說在 形成這個網頁之前 我想要先建立起API 就是把報告書 成為一個API輸出之後 至少它後段就比較有注意 所以呢 今天的需求的人 今天目標就是要建立API 然後希望可以達到 潛裝網頁的設計 那目前我使用的技術是 PHB加Rawbell 那目前也有的能力呢 就是今天 不知道卡蒂有沒有來 我的網友最近加入網友 然後第二個就理查 那希望可以找到更多人 來加入這個計畫 主要的技術能力就是 學習 那要做一些 因為我本身就是 都市貴拉市啊 所以我沒有 程式正義的能力 那也是慢慢在學習 所以 如果有人可以教導我 這當然非常好 我會奉上我的這個 很神經的訴訟 呵呵 就是 外面很多食物 呵呵 好 謝謝理查 下一位是服務員 然後 再下一位